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我手上的這一盤 這一盤是Tarte,Tarteist Pro Palette 這是他們的Holiday推出的產品吧 我想應該是為了Holiday推出的 然後呢 裡面有個超級大鏡子 欸我桌上好亂 然後這個大鏡子它不能推到底 它推到這邊就不能動了 然後有四四十六 這邊有四四十六個霧面的眼影 這邊有四個珠光的眼影 那我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啦 就是它的 手插進去 它配色的概念呢 就是這一排 是同一個色調 這一排,這一排,這一排 所以它是希望 如果你是按照橫的這樣子 是一個偏暖色調的妝容 這樣子是帶紫灰色調 這樣子呢 就是有紫紅色調 莓果色 那這一塊呢 就是比較neutral tone的眼妝 那我先說一下我對這一盤的感想 其實我不確認這樣能不能對焦 因為它這個亮亮的 應該可以 我的感想是 因為我看了 Youtube上面很多review這個產品的影片 就是會有一些負評 然後說這個東西不是很好 我是 我沒有仔細去看它們說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我不想要就是被影響我自己的想法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這一盤眼影呢 我 應該說 應該說是 我覺得唯一的缺點 但真的不影響我使用它 就是呢 這兩行啊 可以給你們看清楚 我好怕我手拿不好砸下來 這兩行呢 質地是比較 就是綿密的那一種 這兩行 很軟 很綿密 刷子放進去可能就 粉就會鬆鬆的就跑出來這樣 那這兩行深色呢 就是最明顯的就是這一行深色 那這一行有些會有些不會 這兩行深色呢 是質地很 質地是乾硬的那一種 但是 全部都很顯色 只是這兩行很軟 這兩行質地是又乾又硬的 然後這四個珠光色呢 它的質地是 它雖然是粉 但是它有一點點膠狀感 大概 就是有三種 質地上面的差別 但是 這些 所有的顏色呢 是在手上 都是 非常非常的顯色的 而且我 等一下示範眼妝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 這些顏色 在眼睛上面 我暈染起來 我自己個人 我自己個人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它其實是顯色 然後好暈染 但問題就是 在手上試色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得出來 比較深色的顏色 就是乾硬 但是你上在手上的時候 就是顯色嘛 所以 如果你只用手臂試色 你只用手指頭 有感覺這個眼影 你就會覺得 它是不是有些顏色 軟綿綿的 有些顏色又很乾硬 但是你實際上眼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 你用刷具 在真的上這個眼影 是顯色啊 好暈染啊 真的我 我畫的時候 我實際使用的時候 我沒有感覺到 有任何 很困難 暈染啦 畫任何眼 我還用黑色畫眼線 我也沒有覺得粉會掉在臉上 我這樣子畫圈暈染 我也沒有覺得 臉上有落粉的問題 所以 其實我覺得啦 你要用在眼睛上面的產品 我會以用在眼睛上面的 實際感受為準 我會覺得 這一盤眼影盤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 以手指頭的觸感來說 它真的是 分布不是非常的平均 有一些很軟 有一些深色就乾硬 那我等一下給你們看 手臂上面的試色 其實顯色度是都沒有問題的 第一個顏色呢 是我都不講霧面囉 因為它連續16個顏色都是霧面的 這個是暖白色 這個是比較淺一點點的 橘暖棕色 這一個是比較深的橘暖棕色 接下來這一個呢 是比較深的咖啡色 那這個顏色就是 我覺得它乾硬的還蠻明顯的 但是 上在眼睛上面的時候 我又不會覺得有困難 所以 這個顏色算是 手指頭試色 和實際使用上面呢 感覺會很不一樣 這一個呢 是白色 你們看非常的顯色 根本就沒有問題 這一個是灰色 又有一點紫色調 有一點水藍色的感覺在裡面 再來這一個是 也是紫灰色 但紫色調多一些 再來呢 這個是很深很深的咖啡色 它看起來已經快要變黑色了 再來這個是蜜桃色調的 算是膚色吧 接下來這一個呢 它是 淺咖啡色 它有一點灰色調 但是呢 它沒有前面這個 這麼深這麼紫色調 那麼這個 接下來這一個是 算是磚紅莓果色 應該很多人會喜歡 因為這個顏色算是蠻流行的 也算 也有一點酒紅色的感覺 但它又多了一點磚色調 接下來這個呢 是深紫色 這邊這個是淺灰色 這邊這個呢 是膚色 但它是中性色調的 那剛剛出現過的膚色呢 是比較暖一點的 再來這個是 深咖啡色 這個是黑色 接下來就是四個珠光色 這個呢 是 珠光的暖金色 這個是有一點金色調的香檳色 這個是咖啡色 是暖咖啡 但它隱隱約約有一點點 很不明顯的 粉紅色調偏光 不是非常明顯 那接下來這個顏色就是 非常典型的偏光色 很多牌子都有出過這樣子的顏色 像MAC有出 Way and Wild的眼影盤 裡面也有 這個是 紅咖啡色 然後有超級明顯的藍綠色偏光 你們看這個眼影的周圍 還有中間 顏色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非常典型的偏光眼影 給你們看 這就是 這盤眼影的手臂式色 那我來講一下我今天畫的眼妝 我今天畫的眼妝呢 我是用了 這一個 偏光色 然後還有這邊的幾個 就是大地色 來做一些暈染啊 還有眼尾收斂色 我本來呢 畫這盤眼影的時候我想說 畫這盤一看 大部分都是暖暖的顏色 但是我看我之前 那個示範 那個什麼 Anastasia的 文藝復興眼影盤 那個就是 很紅色調 很暖的眼妝 我發覺我畫了很多 暖暖的眼妝 不管是上面這種 大地色系 或者是莓果色系 我畫了很多 所以我就希望 那我不然我來畫一些 比較冷色調 或中性色調的眼妝 那剛好 真的有 非常 非常 多的人 私訊我 希望我可以做 這盤眼影的 review 還有示範 那 有的時候他們會說 啊你就做review啦 或者是 示範幾個眼妝啦 但是這盤眼影呢 有特別特別多的人 希望我可以用 這個偏光色 來示範眼妝 那我本來想說 啊好吧 那這個偏光色它的特點就是 它的光澤很明顯嘛 那我本來呢是想說用 黑色的眼影底高打底 然後按上這個顏色就會有 非常明顯的 藍綠色偏光 那就是煙燻的色調這樣 那可是我發現 就是私訊我這些人啊 絕大多數都希望 我可以用那個顏色 來示範一些日常的 通勤啦 平常出門可以畫的妝 煙燻對他們來說 有點太誇張了 所以我就覺得 那既然大家都希望我可以示範 用那個顏色畫的比較低調 比較日常的妝容的話呢 那我就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的上眼皮呢 你們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是這個 藍綠偏光色 在我的上眼皮 因為我沒有上到 非常非常的明顯 我也沒有用黑色底膏 來調出它這個明顯的偏光 所以我畫這個呢 就是 你看得出來它是 有一點冷色調的珠光眼影 有一點藍灰色的感覺 但是你不會覺得說 非常的重 然後我也沒有畫明顯的眼線 我也是用那種很扁的眼影刷 然後壓那個黑色眼影 來畫一條細細的 然後柔和的外眼線 然後我也沒有帶一架睫毛 也是刷睫毛膏 所以完全是日常生活 就可以畫這樣子的妝 那有想要看這個妝喔 怎麼畫的呢 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今天要用 我買了很久的 這是什麼 Power Pop的眉筆 我買了很久了 自動磨掉 所以我已經不記得色號 我再告訴你們色號 我再回憶一下 我看一下網站 然後我用另外一頭的這個眉刷 把眉毛刷順 我覺得那個睫毛精華液 讓我眉毛濃密了很多耶 每一尾都有毛了 今天你們可能會一直聽到放鞭炮的聲音 因為我想今天晚上可能 外面的人沒有辦法停止放鞭炮 因為我在趕影片 今天就是那個跨年的晚上 所以你們就會發現 我影片好趕喔 怎麼那麼 趕完馬上就要發 今天外面一定會很吵 然後會有很多的 車子的聲音 這眉筆的筆心很軟 所以要畫很輕 不然你會把它折斷 然後也不要轉出來太多 不然你也會把它就是畫斷掉 要小心 輕輕的 因為它很顯色 所以也不用太用力 好啦我畫了一個跟平常也沒有什麼差別的眉毛 跟平常差不多 再來我要做眼影的打底 我要用這個是Beauty Bakery的Pancake Ice Cream 是一個不會太乾 又有一點遮瑕度的底膏 我眼睛好紅喔 突然好痠喔 這樣外面一定會吵得不得了 應該有很多跨眼的人 有帶地有差 差很多 但我眼皮本來血管都很明顯 再來我要用這個Makeup Addiction的 Large Shader 然後呢 上這個眼影盤裡面 這一個霧面的象牙白色 有點很厲害喔 它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 可是 當你拿出罐頭 或拿出飼料 準備要餵它的時候 才會立刻醒過來 然後立刻跑到你的旁邊催出你 我覺得這是一種技能 怎麼可以即時醒來呢 它怎麼知道你要拿東西給它吃呢 真的是碗才放在旁邊喔 然後剛拿起來明明就沒有聲音 它就會衝出來了 非常厲害 欸這時候它就會變得非常的敏捷 在食物的面前 它非常的敏捷 再來用這個是 Makeup Addiction的 Dual Fiber Blender 用這個淺棕色 上在眼窩的地方 然後盡量就是 顏色比較重的在後半段 然後可能會帶一點到眼尾這樣 目前的計畫 如果覺得我聲音很奇怪的話 我是有點鼻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生病 可是就是聽起來怪怪的 然後它上完眼窩 暈染色之後呢 看起來就像現在這樣 再來我要用這個 Mac 219 應該是219啦 就是鉛筆刷 然後我要上同一個棕色 我應該只會保留眼頭的地方不要上 其他地方我都會上這個顏色 上眼影稍微接起來 那現在這樣 好 那再來呢 我要用同一支刷具 我要上這個 霧面的深咖啡色 我要上在上下眼影的眼紋的地方 好 這樣就是上眼影的眼尾 這跟上眼影接起來喔 不要控住 其實我不是為了錄影片水美去跨年耶 我是不會去跨年的人 太難度了 好啦 就像現在這樣 要接起來喔 好 這個深邃色呢 兩隻眼睛都畫完之後長這樣 那如果你是一般簡單的日常的妝容呢 你加個眼頭打亮 或是不想加也沒有關係 然後眼線 睫毛膏 就可以完成這個眼妝了 那我接下來呢 要用一個比較特別顏色的珠光色 我再來用這一支眼刷 這個是 Mac 242 然後呢 我要上這個 是藍綠色偏光 然後暖咖啡色的光澤 我想要上在就是眼皮的中間 當作主要的顏色 其實這個顏色很漂亮啊 你如果日常要出門畫這樣也沒有關係啊 我是不太在一邊眼光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很誇張 好 這個顏色畫完之後 光澤感大概就是現在這樣 那如果你想要它的光澤很明顯 偏光感很強烈的話呢 你可以在上這個顏色之前 上黑色的眼影底膏 然後再疊加這個顏色上去之後 它那個光澤偏光感就會非常強烈 但是因為我現在不是很想帶假睫毛 所以我想要讓它這樣子淡淡的就好了 然後畫完主要的這個顏色之後呢 現在看起來還是這個樣子 再來呢 我要用這個 Dellium Tools 75 是一支小小的扁刷 然後我要用 紅咖啡色的珠光色 我要上在下眼影中間的這個位置 然後上好這個顏色 接著呢 通常就是刷子 我把它擦乾淨 再來我要用這個淺的珠光色 打亮眼頭 可是妞妞很固執 像她以前用那種 傳統的飲水器啊 那種倒過來的那種 她就用了很習慣 然後換成就是流動的水 會幫她過濾的那種飲水器啊 她不肯換 訓練了好久 她真的沒有水喝 只有那邊有水喝她才願意換 可是現在如果有那種復古的那種 也是這樣倒過來那種飲水器啊 放在旁邊 她一定會趕快去用那個舊型的飲水器 這就是一個拒絕變化的貓 她不喜歡改變任何東西 再來呢 用這個 這個是Makeup Addiction的 Angled Shader 我要用這個來打亮我的眉骨 用這個霧面的白色 順便把這個邊界處理一下 就跟眼窩暈染色這個邊界的地方 再來我們就要夾睫毛 我要用這個RMK的睫毛夾 把眼皮 再來用這個Etude House的101眼線膠筆黑色的1號 來畫內眼線 然後我要用的刷子呢 是這支 Makeup Addiction的Flat Definer 我要用黑色的眼影畫一個比較簡單自然的眼線 好 眼線畫好了 面影感覺不錯啊 顯色 而且我這樣畫這個黑色眼線還沒有粉掉下來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負評呢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負評呢 我用的過程裡面暈染啊 畫什麼東西都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也不太懂為什麼 我覺得畫得蠻順利的啊 好了 眼影畫到這邊應該就是完成了 我還蠻喜歡這整體的效果的 再來我要刷我的睫毛 今天呢 我要用這個KATE的睫毛底膏 再來呢 要刷這個Fasio的 先長款的睫毛膏 好啦 那我們今天眼妝呢 就完成了 鏡頭拉遠之後 我突然發現我上幾支影片好像也穿這件衣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穿這件衣服欸 我已經好幾天沒穿了 我是不小心又穿到 我有洗澡 有換衣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小心又穿到它 可能它很舒服吧 再來呢 我要用這個LARQ的修容盤 我要用上面這個霧面的黃色 太常用KATE的所以偶爾要用一下這一盤 我要用這一支是SIGMA的F35 這個顏色 打亮我的眼下 忘記介紹了 因為我一直在聽 妹妹和牛牛知道我的什麼噪音 我還是覺得KATE的效果比較好 這邊這個 霧面的顏色 這一支是MAKE UP ADDICTION的 THE FINISHER 大大的 柔軟的鬆刷 好啦 用一下額頭 讓我的額頭不要那麼的高 然後裙骨 下巴 然後再來呢 我想要 喔 我覺得我眼下真的黃黃的耶 好討厭 太煩了 我去試試看用開放肌的能不能救 好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有點醜 好 找這個來救命 救不了就算了 如果覺得很醜的話也可以留言罵我 好 自己討嘛 自己討嘛 這樣是不是很厚呢 我這樣明亮一咪咪 一咪咪 好吧 我還是愛你跳放肌 好 症狀有減緩一點的 感覺 好 不管我不管 那也沒辦法 你們就看我的眼妝就好了 臉上其他部位就算了 就不回來 然後我想要用同一支刷子 我要做一個實驗 我還沒有這樣做過 我只想知道到底行不行 突發奇想 因為我是覺得這顏色好像可以拿來打亮耶 我感覺 這個珠光色 它是個香檳偏金一點的顏色 我試試看能不能打亮 如果不行的話就 就算了 妹妹 你不要弄到我的相機 她剛吃飽 我肚子圓圓的 妳好胖 可是呢 嚕嚕更胖 好 經過妹妹的打擾 我們繼續 這個顏色 然後一樣用SIGMA F35 來做一個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 沒有把握的事情 用這個打亮 搞不好成功啊 我只是突然想到好像可以這麼做 我覺得這樣有亮亮的感覺嗎 好像有 好像有點 會有黃嗎 我覺得一直被我眼下這個很黃的地方打擾 真的是好煩 好像還可以喔 我決定要拿LAROX的 這個白色珠光色來 就是疊一下 因為我覺得好像 這顏色好像沒有 不夠亮 要疊一下 欸 這樣好這樣好 不然這個顏色其實 這個珠光白色 我覺得對我來說太白了啦 我 我沒有辦法用那麼白 珠光的白色打亮欸 我怎麼沒有辦法 我為什麼要做那種錯誤的決定 我應該去拿一個漂亮的香檳色來打亮就好 好 好 決定了 今天的打亮就是這樣 再來呢 我要用的腮紅式 整理一下頭髮 這個 這個是SUKU的 這幾號 2號 兩個顏色看起來好像都是霧面的 很細緻 我很喜歡 他們家的腮紅我很喜歡 然後刷子也不錯 但真的太貴 我要用這個顏色 不要 我要混在一起用 我要混起來 我直接用他的刷子 因為很好用 好了 腮紅上完之後呢 我來上唇膏 唇膏我要用這個 NARS的 ANITA 它這是 紙貼的 你們應該都知道吧 這也不是什麼新產品 有點 一點點灰色調的 玫瑰豆沙色 然後我喜歡用無名指 輕輕的拍拍 它會更貼合你的嘴唇 然後呢 邊界會更不明顯 那今天用這款眼影示範的眼妝呢 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妝容